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不后悔的人生 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 有一天有一个女子对她说 让我做你的妻子吧 这个世界没有人会比我更爱你 虽然这位哲学家也很爱这位女孩子 可是她仍然用她一贯的思考方式 对这个女子说 让我想一想吧 事后哲学家把结婚与不结婚 好坏一一列出做比较 她发现原来好坏均等 这让她非常的苦恼 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她不断分析结婚到底会怎么样 甚至有一种结婚的恐惧 可是同时 那个女子深情的影像 不断地环绕在她脑海里 直到有一天 这个深情的面庞思念 胜过了她庞大的学士思考 终于这个哲学家来到女子的家中 对她父亲说 你的女儿呢 告诉她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决定要娶她为妻 这个老人呢 冷漠地对她说 你来晚了十年 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这个哲学家一听啊 就探讨在地上 激进崩溃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哲学头脑 竟然换来一生的后悔 两年之后 这个哲学家忧郁成疾 临终之前 她把她的书 所有的书都烧掉 只留下了一句话写道 人生的上半场不该犹豫 下半场不能后悔 亲爱的朋友 她说得正好 人生上半场不该犹豫 下半场不能后悔 但问题是 到底人要怎么样 才不会后悔呢 其实 我每一个人 都要诚实地问自己 过完这一生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或者你要问自己 我的人生 真的有意义 有价值 不会后悔吗 会不会我们人生 也像这位哲学家呢 人生目标不对 结果可能一事无成 百忙一场 圣经告诉我们 追求世界的成功 名利财富 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大案 如果一昧的追求 属世的名利地位 最终只有空洞与失望 圣经里 有一个有钱的少年官 他来问耶稣 如何能够得着永生 以及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他问耶稣说 良善的父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他是一个 有社会地位的人 他是一个人生上半场 努力赚得 他所追求的地位财富 虽然他现在拥有了地位财富 可是 他就是觉得少了个什么 他发现 他拥有的人生上半场的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却不能叫他得着永生 财富地位 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喜乐和价值 他的里面 总有一个空洞 就是觉得少了什么 亲爱的朋友 这会不会是我们许多人的写照呢 像这位哲学家 或是这位有钱的少年官一样 人生是活在后悔空虚的里面 亲爱的朋友 耶稣来带给我们人生完全不同的看法 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眼光 来透视人生的下半场 找到价值和意义 今天 不管上半场 你是在什么位置 重要的是 上帝可以改变你的下半场 让你的下半场是一个不后悔的人生 将来是越来越精彩丰富的人生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